福音的重要信息 作神儿女 读经 加拉提书三章 二十六节 至到四章七节 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义子 你们受使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女 都成为一廉 你们既属于基督 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廉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传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劳局和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值得他父亲与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猜宴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属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命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猜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伯父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劳部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子 我们很少会分辨 孩子和儿子 这两个词 但是在初期教会时代 这两个词 它是有很大的分别 少年人到21岁的时候 就会举行一个特别的成年礼 过了这个成年礼之后 年轻的男子 就可以享有成年人的一切特权 使得保罗引用这个传统来提醒我们 当我们重新进入神的一家 我们就立即拥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我们或者要在基督里面逐渐成长 才知道我们拥有什么 但是那一切 却是在我们重新的那一刻就属于我们 保罗还用了另一个词 收纳 来帮助我们明白 作神儿女的意思 不过 它比我们今天想理解的 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神并不是依据冰冷的法律条文 来收纳我们做祂的儿女 相反的 它是用一个词外的心来接纳我们 它是在我们做祂的儿女 而且 竭尽所能地 将祂的生命 和圣情比较我们 神希望我们能够拥有祂的样式 而且希望我们能够确知 我们是祂的儿女 罗马书八章十六至十七节 这样自出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子 将是神的后子 和基督同作后子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一同来去反思 我们如今已经是神的儿女 已经拥有作神儿女的一切权利 将来还会承受更可的产业 若干一书三章第二节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结正自己 像他结正一样 问题就是 我们每日的生活 是不是活出神儿女的应有样式呢 或者只是在星期一才表现得好似神儿女